各位朋友大家,这里是小喵科技 继续回到颜色手势模块的学习 今天我们这一节是学习颜色检测 这个颜色检测比市面上的这种颜色传感器 就是好用的多的多 第一个它不需要摆平衡 然后第二个它反回来的值 不是一个RGB值 就直接是一个数值 你只要判断这个数值 我举个例子 假如这个黄色 它数值的话应该是在60左右 你只要判断这个值的一个范围 是不是在60的附近的话 就可以判断这个颜色是不是黄色 就是这么简单 界限也很简单 就是直接接到i方C上面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实验呢 我们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张IFID卡 将这个IFID卡跟这个颜色色片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平时要保管好这张IFID卡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色块 可以做这个颜色实验的 不然你就需要找很多个各种物体来做实验 我们回到这个程序这边 首先要把这个颜色手势模块设置为颜色模式 进入颜色模式之后的话 这四盏灯它就会常亮起来 然后颜色模式的话 它会返回来一个值 我们叫色环角度值 我这时候我要用microbit的点真屏显示一下 然后这时候还要给一下延时 大概100毫秒就OK了 然后回到我们论上面的一个网页 回到论我们上面一个网页 我们主要是看正副图 我们颜色色环 就是这个颜色值呢 我们是将它分成了0到360 举个例子 假如你好像是检测黄色的话 它就是在60左右的一个附近 检测绿色呢 它就是在120这附近 所以就只要判断这一个值 就无需像常规的那种颜色 颜色模块的话 颜色检测模块的话 它要判断分别判断三个值 RGB的值 这就是编程上面就很麻烦了 因为我们小描科技一直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难度给降低 我们下载一下 所以这个颜色 手势模块呢 是非常好用的 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灯已经亮起来了 这时候 如果你什么颜色都不给它检测的话 它是检测一个 类似一个环境值这样子的 它环境值的话 现在是210多 所以平时我们利用一些颜色判断呢 我们尽量避免开来 这个数值的范围 假如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黄色值 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数值 对吧 黄色值 黄色值的话 实际它是一个最窄的一个值 我们看回这个图表 黄色值它是一个最窄的一个值 是吧 可能动了 90 是吧 60 是吧 就是在这个60左右的一个附近 所以这个高度值也会影响到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好 对吧 就大概就是在这个60左右的一个附近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要测一个 看一下这种值一点点的 叫平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反回来 值是什么 232 是吧 300 是 它值是一个浮动的值的 因为如果你的手是不稳定的话 它那个值也是会不稳定 包括它检测 它那个模块检测 它这些点是很细的东西 检测这个绿色的话 大概是150来多 是吧 170多 它就是检测 这个绿色是在这个值里面附近 所以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举个例子 我们要做一个黄色的一个判断的话 也像我们之前说过一样 就是说 做一个变量 把这个变量值放到里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要判断一个值 是否等于 如果是范围的话 我们要用且 就是与的意思 然后判断一下 黄色的话 我们判断就是说 它得要大于 大于多少 等一下 小心 小于 这个积木快快放了 有点麻烦 大家要注意 小心一下 小心放 放到这里 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 这个大于多少 大于多少 这里是小于多少 我们看一下 黄色值的话 那应该就是 最宽 就是最小 不能小于30了 最大不能大于120 因为为了做实验的简单 就是说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放窄一点点 把它放窄一点 如果是符合这个范围的话 我让它 想一下声音 好吧 一般说 风鸣器的话 是很好用的 然后我判断的值的话 给个一秒吧 好吧 判断太快的话 怕它有问题 实际的话 像这种 颜色的 那个取值呢 其实按照道理 应该是 取多次的值 也要处于一个平均数 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 就没有 把这个程序 给写得太好 大家知道就好 现在我拿个黄色的 来给它感应一下 看一下它会不会响 是吧 它检测到黄色 它就会响 是吧 所以这个颜色判断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这节就到这里 这里是小喵科技 我是西西喵 谢谢大家